2020年以來 售險業大舉購買不動產 總投資金額上百億元 寫下歷年新高 更凸顯房市買氣爆棚 第一個來說 目前市場資金相對比較多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是全球性的一個低利 專家看好房市再熱三年 根據地震局數據顯示 7月份六都建物買賣移轉動數 比起上個月都是呈現正成長 新北市超過6000件大關 屬於交易最熱的區域 買盤力道相當強勁 最近幾年包括了整體交通的一個 所謂捷運線的一個所見的到位 再加上就是生活機能力的完備 其實有很多在北市工作的民眾 他會把新北當作他的一個 所謂購物的首選 看中新北市未來的發展潛力 其實各大業主早就想先布局卡位 其中科技大廠Google 就選定板橋打造全新總部 土城也有AI智慧園區 已經開始動工 再搭配當地的包含捷運 包含醫院這些相關的設施 整個建構起來之後 那現在慢慢的大家會覺得 一道土城生活非常便利 而且工作也非常便利 根據新北市統計從2012年以來 位在新北捷運板南線各站 房市交易量最熱的前三名 分別是海山站 新埔站以及江子翠站 海山站因為臨近土城醫院和科技園區 吸引許多科技精英入手 金城武No.5它在我們的新海山特區 距離黃金板南線海山站走路只要5分鐘 加上未來的萬大線 所以我們也是雙結交會 在大台北區域現在有幾個雙結交會的站 比方說像景安站 像南四角站 他們的平均的行情都在60到70萬左右 那我們距離捷運板南線只要5分鐘 那我們的行情不到5字頭 我們金城武No.5推出總價880萬起 月付2萬起 讓大台北的年輕人想要買房的 都能輕鬆的成家 走進新海山特區最受瞩目的 熱銷建案金城武No.5 這裡擁有21坪大小 創造出三房魔術空間 最低月付2萬起就能成家 再加上臨近黃金板南線海山站 所以吸引不少年輕人前來賞屋 現在來金城武No.5賞屋的民眾 大多數是在大台北工作的年輕人 有的是小資族 有的是已經成家的年輕小夫妻 大概佔五成左右 現在年輕人看的坪數 他們都希望小坪數會有魔術空間 那我們現在就是大概20坪左右的兩房 那因為大台北都是靠捷運來通行來往來 當然我們的總價是非常吸引他們的 來新海山特區賞屋的民眾 有五成都是年輕人 大多偏好中小坪數 隨著大戶進場布局不動產 房市多頭趨勢也漸漸成行 東森 殘忍武切腰打的應聲 呂冠輝 新北市報導 不 tá ngay 一些角攻的 為何 我們還要走 去找到 bind動 類的 總計 總計 是不是 都 滅 給oton 感谢观看